俄罗斯的媒体就非常罕见的发了长文讨论我们的核武力量 虽然呢他们都是通过各种公开的信息汇集资料做出一段分析 至于真实度如何那也就不好说了 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 也能让我们发现我们自身的短板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俄罗斯的商业咨询报就发表了这篇长文 讨论了我们中国拥有什么样的核武器 以及我们的核武原则和我们的核武使用的条件 他们认为咱们已经拥有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了 这个你像最先进的东风41 它能带十枚的弹头射程能够达到一万五千公里之上 而潜射弹道导弹巨量三型射程超过了九千公里 除了你像美国的阿拉斯加 夏威夷 关岛 这个当然也可以打到俄罗斯和印度了 如果说是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发射阵地 打出去这个巨浪导弹的话 还可以就打到美国大陆的西北部 空击核武器呢 是我们中国三位一体这个核力量的最新部分 俄罗斯认为呢 是由2009年咱们服役的十架轰6K和十架轰6N组成 这个在没有空中加油的作战条件之下呢 这个距离可以飞过三千一百公里 俄罗斯方面还认为啊 我们中国奉行的是一种透明的核理论 就是我们正式宣布了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所以俄罗斯认为啊 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它实际上阻止其他国家 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而不是中国要用核武器把别人给灭了 这篇文章呢 就引用了原子科学家报的 这个公报的一些数据 他们认为截止到2023年的3月 我们中国已经拥有了410枚核弹头 比2022年初呢增加了60枚 还有一些呢正在生产之中 这个啊比美国的预测数据就要少多了 美国认为啊 我们已经拥有了500枚以上的这个核弹头 到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 俄罗斯媒体啊提出的这个结论是啊 中国呢并不隐瞒啊 和隐藏自己正在进行的核力量的现代化这个事实 但是呢也不会过度的去增加核力量 俄罗斯的媒体的进行这个分析的真实度很难评判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 它其实对我们的核能力也是非常的关心 啊在他们的观点之中 其实还是有一些看点的 首先呢我们还是保持着非常克制的核武力量 这既表现在政治层面 更表现在我们具体的核武能力上 第二你看当今的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美国那边为了维护它的世界霸权又开始鼓刀它的核武了啊 它会增强它的核武力量 我们当然不想和美国去搞这个军备竞赛了 因为我们核力量的根本定位和我们的原则和美国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你美国在这边不停的在这边搞不停的在这边鼓刀 那这形势会变得非常的严峻啊 那迫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确实要考虑啊 加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力量了 当然了这和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我们的需求也是比较相关的 第三呢我们的核武威慑力量啊虽然已经变得越来越强 但是你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你看啊咱们主要的还是以陆基为主要的这个核武威慑力量 而潜射和威慑打击的这个隐形能力啊 这个隐蔽能力突击能力那就是更强了 而且由于这个潜射具有二次打击能力 其威慑能力那是更加的强大 我们弹导导弹和这个这个核潜艇的这个数量和质量啊 尚且现在比不上美国和俄罗斯 这方面就是我们的不足之处 还有就是咱们的空机了 虽说咱们有这个以轰6为基础构建成的空机和威慑力量 但是你轰6毕竟是一种老飞机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加速新型战略轰炸机的研制 这边节版其实我们上市面的代价修 には我 Hetestes тебе适当了 这时,就现在我们还是很好 但是我我们有�心想要 Councillor 发生挤映出混战保护